网上有个热点是 巴厘岛某酒店有两名中国游客身亡 目前身亡原因还不清楚 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巴厘岛到底安不安全 还能不能去巴厘岛旅游呢 也有人说 哇再也不要去国外旅游了 就在国内安心的待着吧 那巴厘岛到底安不安全呢 因为我刚好去了一趟巴厘岛自由行 这次也是我第二次去巴厘岛 我结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来跟大家聊一聊巴厘岛旅游 到底安不安全 首先对身亡的两名中国同胞 表示深切的哀悼 也希望身亡原因能够尽快向外界公布 给家属一个交代 也让中国游客能够及时的了解真相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事件 是一次偶然性事件 不能因为这一次孤立的事件 而完全否定巴厘岛的旅游安全性 巴厘岛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度假天堂 热门海岛它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我在巴厘岛坐过公共汽车 骑过摩托车打过车也走路啊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经常走路 我个人认为巴厘岛是非常安全的 我没有遇到任何的这种安全隐患啊 安不安全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点来说啊 那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在巴厘岛遇到一些犯罪事件 也就是人为的这种安全隐患 比如你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抢劫的这种犯罪事件 你有没有可能遇到骗局 你有没有可能遇到最近网上特别热门的 就是割腰子这种事件 对吧 我个人认为是不要太多担心的 巴厘岛作为一个热门旅游度假地 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它的治安条件是很好的 起码我个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啊 另外就是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意外事件 比如说你出门被车撞了呀 或者是你走着走着被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砸了呀 什么陨石啊 什么天上下刀子啊等等 对吧 说到这里呢 就要说一说出门在外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 我认为在巴厘岛旅游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自己平常在家 平常自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 注意哪些地方呢 你来到巴厘岛也就注意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出门在外经常提到的财不外露 对吧 不要经常的一个人 特别是女孩子去走夜路 是吧 女孩子不要去特别偏远的地方 然后出门在外呢 与人为善 不要经常给人家吵架 不要经常给人家这个发生冲突 我觉得你遇到这种意外事件应该是会非常非常低的 那也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的经验在巴厘岛是完全适用的 我个人认为巴厘岛这边的人非常的友善 特别的热情 我经常遇到这种特别热情的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勇敢的出门 想去哪里玩 做好攻略 就马上出发吧 那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印尼旅游或者是在巴厘岛旅游 遇到了一些什么安全隐患呢 不妨也一起来分享 好 最后也祝福所有在外旅游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回家